那吳莊你為什麼說 傅昆吉其實在搞一個什麼 國王復仇劑 什麼刑法100條這什麼事 因為在這個國會擴權法案 就是這禮拜二啦 三讀通過以後晚上 這個法案都修完了 那法案修完以後 每個委員都可以上去講兩分鐘 就是發表一下 以前在立法院通常大家都歡天喜地啦 一些福國立民的法案 民生法案過了 藍綠白都要說 這個就是我在過程中一直爭取 謝謝大家 終於我們成功了 那這一次呢就是民進黨的委員都上去 非常的戚風苦雨啦 就是 國民黨破壞程序 沒有討論 民進黨委員一定要上去罵 那最後壓軸大明星 結果傅昆琦上去了 傅昆琦 民進黨傅昆琦上來的時候 也帶了一種悲憤之氣 我想說不對啊 現在不是國民黨要開趴了嗎 我們空後國會把他的陽光照進國會 但傅昆琦整個上去非常憤怒 竟然全國 從來沒有的 連續九年的五星現場 被民進黨用 刑法一百條 思想犯 打入大牢 怎麼回事 現在不是在講國會的擴權法案嗎 怎麼跑到刑法一百條了 原來傅昆琦在講他當年 因為違反政交法 炒股被判入獄嘛 他覺得他整個上去全部都在講的事情 沒有在講國會改革了 沒有在講國會擴權 他說我沒有內線交易 我沒有違約交割 都是民進黨破壞 感謝全國鄉親讓我站在這裡 啊 所以我就懂了 一切恍然大悟 為什麼傅昆琦要這麼強勢 說一定要把這個 通過一個立法院 擴權擴這麼大 任何人都要踩在腳底下的法案呢 為什麼傅昆琦早在 一開始就要嗆聲 未來我讓你民進黨找不到政務官 啊 原來就是因為傅昆琦懷恨在心 2020 2021的時候被判刑入獄 這都是民進黨搞的 民進黨司法單位破壞他 所以現在我要來報仇了 這是一個國王復仇記 我現在通過了這一個 擴權法案以後 未來 民進黨哪一個人罵我 哪一個人給我難看 哪一個人再說我炒股 通通把你們找過來 在立法院給你難看 可是你知道傅昆琦被那個炒股啊 對啊 最被大量偵辦 然後最後判刑的時候誰當總統啊 李登輝啊 李登輝啊 開始後來馬英九的時候 馬英九的時候這個案子更緊握密鼓 再繼續 所以傅昆琦你可能記住人喔 突破創新 善用新媒體 新力量 和國人同胞一起迎向美好的未來 最後祝福 工作同仁 萬事如意 何家安康 2023年4月 風燦傳媒誕生了 一路走來我們無謂辛苦展現專業 讓FTNN新聞網達成千萬瀏覽的成績 我們無謂付出展現創意 讓網路節目達成千萬人次觀看的目標 謝謝你們一路支持與陪伴 風燦傳媒感謝由你 記得按摩 我們的支持可以運動 我們喜歡我們的支持 我們喜歡的支持 你們支持 支持我們支持